马思纯是《八五后小花》中的实力派演员 因为小一个原因 马思纯从小接触演戏 演技是数一数二的 马思纯出演过很多优秀的影视剧 例如七月余安生 你是我的城池英磊 将近在上等 但是马思纯的事业心不怎么强 出演的剧也好坏参半 例如第一路香 让他频频受到吐槽 明明演技颜值都很好 却管理不好自己的身材 但是听到他的经历后只觉得心疼 马思纯是校园暴力的受害者 因为这些经历让他极度不自信 管理不好自己的身材 而且马思纯有些恋爱脑 新任男友张哲轩是有名的渣男 在两人联后被报后 有很多人现身试锤张哲轩渣男 不管是粉丝 黑粉还是路人都纷纷劝他不要恋爱脑 远离渣男 但是马思纯已经被迷住了 近日 网友发现马思纯男友张哲轩的IP地址显示英国 疑似曝光两人来那感情的真实情况 马思纯疑似怀孕 现在正在英国待产 此前有网友爆料 在英国偶遇马思纯和张哲轩 而且马思纯破出的照片很多都是英文风格 早在八个月前 就有网友爆料马思纯怀孕 不过几个月后 马思纯晒出了健身的照片 透露正在减肥 因为减肥的原因 所以默认没有怀孕 之后的几个月里 马思纯不断被拍 他的减肥一点成效都没有 从照片来看 当时马思纯身穿宽松的衣服 体态臃肿 不过 不管是马思纯还是张哲轩 都没有对此承认或否认 不管是IP地址 还是路人爆料 都只是佐证 没有办法证明马思纯已经怀孕了 最多说一句高度一次 大概就是涉嫌怀孕的感觉吧 蒋文利对于马思纯是非常关心的 曾有网友爆料蒋文利 听到马思纯要和张哲轩结婚的消息 天天去马思纯家阻止这段婚姻 如果马思纯真的已经怀孕 并且张哲轩在英国陪产的话 是不是这场阻止马思纯家人的拉锯战 以蒋文利失败而告终呢 不过 爱情是属于自己的 只要自己觉得幸福怎么来都可以 对于现今爱情里的人 宣告大概率是没有用的 只能自己经历过婚姻的酸甜苦辣 才懂得这个人值不值得 也许是在这场阻止马思纯的 也许是在这场阻止马思纯的